好无聊啊 要不咱们就几个说说笑话 解解乏 行啊 那你先说一个吧 啊 我想一下 等我先 我倒是想起来一个关于厕所的笑话 呃 那你先讲吧 你说如果厕所有意识 他会不会对当人造造的人充满感激啊 厕所说的时候还会有意识 就比如说你在野外上厕所 你就非常容易遇到一个对当时造造人充满感激的好厕所 嗨厕所还分好厕所 这个其实是我从一个特别喜欢的书上看来的 也不是一个笑话 就一个故事 就是讲有一个人他就在野外上厕所 野外厕所都特别脏 然后我让他进去之后 看那坑特别脏 就那侧头来跟他说别想伤 当时造我的人 在这拉了9745次 现在他死了 我很怀念他 我在这呢 就是为了当一个纪念碑 纪念那个失去的好屁股 就等哪跟哪啊 就是好屁股 那要不你讲一个 哎 我本来真的我想不到一个笑话 但是你刚才一说吧 什么好厕所好屁股好纪念碑 我真的 脑子里面一下一坨江湖 都想不起来想说啥了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老鼠故事吧 可以啊 就是说 有一队夫妻他们搬了一个新房子 嗯 然后有一天 那男的在地下室里发现一堆老鼠 成千上万的老鼠 那老鼠个个都特别大 都这么大 然后 然后胆子也大 见到人都不好 眼睛也大 水灵灵的 看着你特别无辜 就跟刚生的小孩一样 有一天 他老婆出远门了 他出门就买了把枪 哎 这出门还要买到枪呢 他呢 哎 这老外人家那枪支合法 然后他拿了枪 装死了就下地下室 你怎么不说人老外还有地下室呢 是吧 下地下室他又开始打老鼠 打一枪一个 打死一只又有一只 打死一堆又一堆 但是剩下老鼠好像也没什么反应 嗯 就跟看电影一样 在那看啊 边看来边吃他那小伙伴的食器 哎呦 你想 就跟你看电影吃爆米花一样 我操这个也太太恶心了吧 打到后来 他拿着枪走进了一个大老鼠 老鼠也不理他 继续干干嘛干嘛 拿枪抵着老鼠头上 老鼠还是在那吃的小玩尸鸡 让他咔一下 比枪上了疼 哎 老鼠终于停了 就瞪着他的水晶正大眼睛 看下他 跟他说话一样 像跟他说 我妈做饭可好吃了 要不每天咱们一块吃个饭 那男子也都不理他 碰一枪就会牙打死 哎呦 就一直没想起来 你后面讲的是啥 嗯 要不你 再给我讲一遍 这次我一定真正听 我应该能够懂的 算 算 没必要 就两个笑话 要不你 你我就没有出替他 了 好 不是 那 等 我